要你幸福 梦中花端尽足 好幸福 感恩徒弟 感恩老师 感恩徐生没有机会 各位昌华家人 大家好 我是姓玉 那我来自台呢 我想先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会进到超级生命力满 那其实是原有是由于我妈妈的关系 那其实妈妈在身心灵上面 就是一直在寻求 就是有解答或者是说想提升自己的灵命 所以也参与了很多的宗教 国教 道教 禅定等等相关的身心灵课程 那就算她有去年有一次在路边 就收到了疗愈全力这本书 那她当场就在车上把它阅读完了之后 她觉得说她终于好像找到了一本 她心里一直以来想要提升灵命的一个答案 那她就非常非常的想要去看 看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她到底里面讲的是什么 她想要知道说这里面的密码是什么 那她就是在疗愈全力上直接联络到了海南的精英会 那就这样子她自己去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但当她回家看完了之后 她发现哇 里面所讲的道理全部都融会关通了 她终于懂了也明白了 人生到了这一次她所要的是什么 那她要怎么提升自己的灵命 那也就在她刚书在3月的时候 拿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之后 那她也阅读完了之后 她从里面的心法就开始自己就做起来 那做着做着之后 其实在妈妈就收到天意的一个领悟跟祝福 那这个祝福其实是 妈妈跟家人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很想要找寻一个房子 就是家人想要搬家 那其实长久的时间下来 其实大概有好多好多年 其实也看过很多很多的房子 就是真的数不出来 那我自己也参与在其中 所以我很明白就是妈妈也很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然后也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的状态 那就是在接触超马之后 然后她也过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就很意外的收到了天意的祝福 那也就找到了心目中所想要的一个房子 其实跟当初我们心里所要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样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 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 就是收到天地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那就是在所有一切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后来会得知是因为妈妈告诉我了 她有说其实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其实她这一位仲介 她的脸部有一半是有点像是烧场上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她看了也很形成 那心里就想说就有一个意念发出去 给宇宙天地 那我想说如果说可以帮得到这一位就是仲介 那就是可以帮助她的话会有多好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就像老师说的这个起心动念出去了 那给人回向回来了 那也就是妈妈看完书看完书的时候 那就是把这一本《疗愈权利》也就给了我 所以我就当初一开始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马上的去看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针对心灵疗愈这一类的字眼的书籍 其实我都很喜欢 然后都会把它就是去买来 可是买着看着看着就会觉得说 怎么都没有想到我的一个心灵想要的一个答案这样子 那就在我当初就是碰到了人生的一个低潮的状态 那妈妈就把这一本书给我之后 那我一段时间之后把它拿起来 开始看着看着之后就是觉得很感动 那也很想要知道说 想把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到底想要讲的是什么 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就在有一次妈妈也把这本书给了我之后 其实在过去以往 妈妈也会告诉我说 你要多看书可以提升领命 可以提升智慧 从书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那其实我都明白这个东西 可是一边幸运我就是不是很喜欢去阅读 但很神奇的是我看着这本抄码之后 我就是给了自己一个设定 就是我要告 我就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 看书会睡觉等等的状态 我都要把它看完这样 那我就设定了每天都看一点看一点这样 那看着看着之后我就得知说 有经营会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我自己就默默就跑去了这样子 然后参与的经营会当中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可以听得到就是家人 以及主持人的一个分享 那更了解的充满他所要闯拿的因例 那在这里就是其实我在人生当中 大概就是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其实是家庭的一个跟爸爸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们跟爸爸的关系 我们没有不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奇妙的是 就是我只要碰到爸爸 那我们两个人的我值就非常的非常的大 然后只要碰在一起 或者是讲几句话 我的意见就会不合 然后就会起争执 然后就会生气这样子 那我的脾气和老板一样也都是很大 那常常在这样的冲突当中 我就有时候变得是觉得很委屈 然后觉得说很很委屈之余 还会觉得很难过这样 你就会觉得心里想说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爸爸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在这样的家庭 等等的一个状态 然后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觉得 就是很不好的状态 就是很不懂得感恩 然后没有学习地质规 那就是在我知道抄法 然后接受地质规之后 才懂得说人在这里我们要懂得孝顺 要懂得孝顺父母 那父母说的话要去听 那我慢慢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一个脾气 然后慢慢的调整自己 然后也从抄法当中的一个心法等等的去做一个调试了之后 我发现慢慢的我哥爸爸的一个状态就突然间就有所的转变 然后我们开始讲话不会有很大的冲突 然后不会有很生气 或者是说常常就是一语不合就翻脸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那就是我真的很感恩有抄法这样的说 然后还有就是学习地质规 在学习地质规的私欲就是我常常觉得我自己都中了里面的头几件这样子 就觉得每个怎么都在讲我就是自己的我质很大 然后脾气啊个性啊都不好 然后还会喜欢就是会抱怨 那这些东西都刚好不会对外人 就偏偏都是最亲近然后身边的一个家人这样子 对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有很多的不应该 然后就没有顺于天地所要的人 就是成为懂得感恩还有爱的人 那在这里就是很开心有抄法 然后在我的生活上啊 然后以及感情上面 然后灵命上面都有所提升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这边我觉得后来到了抄法之后 我收到了非常多的天地给我的一个祝福以及礼物 就是在其实当我在生活上我发现就变了有很多的一个顺境 不管是在就是很奇妙的是我有在做实验的是停车位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就是当我要出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发现说那个地方就是很难停车 然后很奇妙的是我这样的意念出去了之后 我设定我想要在那里可以有地方 停车就很奇妙就会在我的要去的那个店的正门口或对面 就很神奇的就这样子就得到了一个设问 那我在或者是说在上班的路上啊 我就会感受到就是说一路很顺畅 那也很平安这样子 对那就是我在充满觉得还有很多需要上就是跟各位家人朋友要学习的地方 那这边也很祝福各位超马家人能够就是福育满满 然后也心想事成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